联合新闻网消息 台北市长柯文哲自从日前表态要拼连任后 身体力行,做好每天连任策略 近日他参加社区活动,展示市长亲民姿态 除了维持市政运转外,柯文哲面临新问题 自从他就任市长以后,一直担任发言人的林赫明亲自证实 日前已经向柯文哲请辞 林赫明离开市府发言人职位后 下一步是进入总统府担任幕僚 民进党内对于2018年市长选举风声没有断过 这次发言人离去,柯文哲与民进党关系是更近还是更合 仍有待观察 柯文哲对于人员变动表现淡然 认为中央和地方常常会有人才交流 本来就有很多同仁到中央任职,没有什么特别地方 中央也有不少人员到市府上班 他说不管怎样,民进党是重要盟友 这个战略还是不会改变 当年柯文哲以白色力量成功参选 但施政满意度一直变化起伏 而且连任或许还要过民进党、国民党关卡 但也有评论人士说 柯文哲最大挑战是自己 政治好,谁来挑战都不怕